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吉遇见佛 青年纷乱 遇见佛之念 固结宣敬 变成心心大病 九日则多生愿佳 趁此照望勤奖 献作佛生 其高之缘 自己心无正见 全体是魔气分 一见别生欢喜 从之磨入心肺 琢磨化狂 英文大师就讲了 我们现在不能求感应 他举着例子 不要去说我在念佛 我怎么还不来 不要上一期这个念佛 你念就好了 佛肯定来了 你看不见 你想得多 慢慢从你的意识 分别意识里边就开始产生佛生 外母一招感 把你害死了 这个佛就说了 你别念体上的心 念心经吧 前一段我们有个同学 老来 她就说 老子老有个神学 你念心经吧 肯斗了 你弄成这个样子 变成木偶了 有人指挥你了 修了半天 人家修成了 你上脑子姐 你啥也不识了 老子告诉你 你说 念这个念那个 都是你的妄想 不能追求这些东西 我们要理性 修理要理性 我们要通过佛法 知道什么对 我们自己要做主 可不是让别人做了主 这样就错了 一定要自己做主 这里边 英光大师 写了一个标准 你要说 没到一心不乱的钱 没得到一心不乱的钱 你不要想 你别想 你这个念头就别动了 根本就别动了 为什么 一动念 都是分别 都是错了 都错了 那么一旦得到一心不乱了 你这个念头就好办 念头不是念头了 念头和心合一了 最后你可以弄养了 你想动念 英光大师 你想见佛 学你的佛力就看见 你要不想见佛呢 但佛力看不出来 没关系 佛力看不出来 这什么意思呢 你必须要吸着有功夫 就有功夫 就像《心经》里边讲的 你把外面射身相里处罚 掩耳鼻船 深意 这些慢慢一一断掉 最后把母运都断掉了 回归本心了 那你就好办 你的能部已经活了 为什么呢 你回归本源了 所以这一条很重要 这一条很重要 这一条也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平时修行啊 你都乱瞎了 老师你也很把秀 瞎了啥呀 你瞎了就错了 你不想佛 你不瞎开想 你偏面头无数 你不想他都出来了 你还想 你在家想 干嘛 问题就更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提醒大家的老师学习 不要乱想 不要乱想 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问答 是姐妹俩 这个妹妹就说了 姐姐听上问她 你今天见到啥都没有 你看见啥都没有 她一下算拥有 她就说 你没法应 你这心里不信心 你看见别人 那些修行 她现在也是跟弘学男人 串这个 她妹妹就觉得不理解 她就有个问题 她妹妹就说 修行就修行 不太犯犯了 她觉得她不对 她很烦恼 她天天地想着念过 她说 还没法应 这就不对了 八复的问题 不能搞那个 你搞的那个 很容易出声 搞的那个 其实是你的梦想 在其中 不是修行 不是修行 不对 我们说 你修行 你跟佛力加持了 刻苦了 你有没有反应 你一定有反应 但是这些反应 这是自然反应 好了 我们经常说 就像爬山一样 走在路上 你自然两门风景 就会变化 就会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出现 但是风景出来 现象出来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过去 抓这个风景呢 跟着这个风景就不好了呢 那就错了 所以什么呢 而且不容易着魔了 很容易出问题 这还特别容易 所以大家 看着这个一定要 明文 有一个观点 明文呢 就是 未得一心钱 跟咱俩说 啥叫一心啊 不知道 就把他到一心就懂了 到一心 你就懂了 啥叫一心了 没到一心 你都不是一心 都是二心 我都一万个心 对不对 所以现在 你一隔着钱 你一直甭管 你一直念 老是念 全分别 全自主啊 也不要去追求感应 这是罗事